好,准备 炸门打开了,马匹出炸,非常的整齐 角逐的是第五级第二组 1200公尺的沙地赛事 那大人们的太平洋服现在在内兰的位置啊 带出大概是有半个马尉 跟他斗的有至尊战士 大概一个多马尉之后呢 是明权粉红色彩衣的 然后呢就有屠龙勇士 那另外呢守在一个马尉之后是天狼星 它是在外侧,而在内侧的则有惊喜 接下来也是一个马尉之后呢 看看还有一匹是神秘力量啊 它是在内兰的位置,它旁边有11太宝 后面再上来两匹呢 包括有拉斯洛还有阿里啊 接下来后面的就是欢乐周五了 跟着还有一匹是超胜 目前暂时垫后 它距离前面领方的马匹有整10个马尉啊 现在转路最后400公尺呢 太平洋服继续的在前面带 后面没有一匹马能够赶着上来 太平洋服继续的带出了有四五个马尉啊 后面上来的充其量也就只是明权啊 然后还有天狼星 但是呢都是没有办法 对这个太平洋服造成任何的威胁 好,现在看看这个明权啊 明权拼命的追 但是太平洋服还没有停下来啊 打几边之下也轻轻松松按将过终点 然后就是明权 9号的天狼星跟7号的屠龙勇士 那再来其他的这个马匹呢 就包括有惊喜啊 然后是12号的神秘力量 另外有超胜 跟着呢就是阿里啊 然后呢还有至尊战士 这个11太表表现比较一般 换了周五 另外就是拉斯洛 无惊无险 在下一城太平洋服7块钱 独赢5块1的位置 而作为他最有机会打败他的这个明权 也年纪大了 能够追一个第二名 我觉得已经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了 然后呢一匹9号的天狼星 跑一个第三名也是没有威胁的 而屠龙勇士 赛城是非常对板的马匹 整个第四名 然后才轮到惊喜 1号 2号 9号跟7号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啊 像前面早段的时候 那匹什么